央视向省小品大赛,88岁杨少华,封刺八亿罚款事件,全场掌声一片前不久,首届中国向省小品大赛第三场决赛拉开帷幕,三组向省演员,三组小品演员展开激烈角逐,尤其是墨剧演员张双剑的出场,为这次大赛带来了新的元素。 比赛之前,主持人公布了前两场比赛总的结果,嘉宾团队成员张红爽,为居小品组第一,陈印泉,侯震鹏大列向省组第二,而开心麻花满的跨界向省排在最后。 当然了,这个排名是暂时的,第三场的表演很激烈,向省组里来了一对强力选手,金言和马春然,金言是创作琴的向省演员,参加过很多向省比赛,比如最近很火的向省有新人,同时他又是脱口秀主持,同时还跨界演过电视剧更为重要的是,他师称向省创始人朱绍文一脉,朱先生是中国向省创始人,一名穷不怕。 是北京天巧八大怪之首,相传对口相声,群口相声和太平歌词,为他所首创,尤其是太平歌词,目前只有郭德纲还在坚守着,金言的师傅是李立山,擅长创作和表演,金言从师傅身上学到很多,特别是在创作上,出了很多不错的段子,这次参赛的三把斧子,就是他根据童话故事创作的。 虽然金言和马春然这个作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喜爱,但是点评嘉宾魏文亮先生也指出二人节奏和吊门有些问题,而芳芳则批评他们在排练时走过场,态度不认真。 结果二人的作品得分紧排在第二位,相声作品第一位,是来自首都民警的接电话,两位普通的民警,把工作遇到的事情巧妙地搬上了相声舞台,全场评委给了最高分,同时也得到了点评嘉宾的一致赞扬,趁他们虽然不是专业出身,但是表演出了专业水平。 按照惯例,最后要有一组展演嘉宾,这次来的是杨少华,杨义父子。 杨少华先生今年虚岁已经88岁了,这个年纪还能登台演出,让很多人敬佩。 杨少华先生是相声大师郭荣启的徒弟,表演过很多相声,尤其到了晚年,也一直活跃在舞台上,塑造了一个开心又新潮的老头形象, 特别是2018年还首次登上了春晚,完成了多年的心愿,他与儿子杨义的阳光相声设也开张了,真是喜事连连。 这次父子二人展演的作品是传统段子《打灯你》,虽然形式是传统的,但是内容都是新的,特别是杨少华先生, 在提到赚钱之后干什么时,老人家坚定地提出了一定要先交税,赢得了全场评委和观众一片掌声,因为这个包袱,明显在讽刺某女星因逃避相关法律,而遭到八亿多八垮的事件。 这才是相声演员应该做的,不能紧盯着不痛不痒的生活琐事,在大是大非面前,也要敢于仗义直言,发挥相声真编实弊的讽刺精神。 这一点,老艺术家们给年轻人,上了生动的一刻。 这一点,老艺术家们给年轻人,上了生动的一刻。